法院按照大法官的审判意旨 发回更审来撤销原判 请问这些死刑犯会不会被放出来 我问部长好了 来部长法律你比他懂一点 来部长 会不会放出来 我们会穷尽一切力量来阻止这些 来鬼打墙 我就知道你会鬼打墙 没关系 请问申请积压的要件是什么 有哪几个要件满足才能够积压 你要申请积压嘛 对不对 这个 这个刚才委员问的问题 我不是申请积压 一秒钟 两秒钟 三秒钟 来 没关系 会议询问他又不回答问题了 主席 会议询问时间暂停 请问主席啊 你也当过检察官 申请积压的要件有哪几种啊 申请积压 依照刑事诉讼法101条 是逃亡 或者是有串阵验变证据之余 然后另外还有个重罪积压是 重罪五年以上重罪之外 然后有逃亡跟湮灭证据之余 另外还有个101条 之一是预防性积压 还有反复实施犯罪之余 就会有这个问题 部长学学我们会议主席啦 回答这么清楚 我就问一个问题 法院在审酌这些所谓的积压要件的时候 你去申请积压 法务部申请积压 讲话申请积压 我想请问法官就会准吗 满足这些要件吗 有满足吗 你又答不出来 没关系我再问你 我问你下一个问题 没关系没关系 我告诉你 第一个我们已经讲过了 你没办法左右法院嘛 法院决定采不采你积压的理由 这个问题可以问司法院嘛 没关系嘛 这个我不是承办法官嘛 但是我想我们检犯的件 我已经讲过很多次了 我们就是用 好啦好啦我跟你讲 我不违来你啦 你跟我讲你保证会申请积压嘛 你上次讲的啊 你保证会要求法官积压 这个问题是要问司法院怎么 因为我不是承办法官 我不是承认的 你上次保证现在又不是 没关系 你要跟我问时间 来来问下一个问题 没关系啊 这题跳过 跳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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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回答跳过嘛 问下一个问题嘛 好我想请教您哈 请问积压有没有期限最多可以压多久 积压这个 这个在 这个以前那个 这个这个积压 这个那个这个那个 会议请问停止时间 15个月 会议时间来 请问我们的主席 那我可以讲吗 积压多久 没关系啊 你刚刚都困十九 我早就问主席快一点 如果是十年以下的罪的话 是依照刑事诉讼法108条 是 你说二 因为又是审判期间的话是 积压三个月加三次延压六个月啦 那如果是十年以上的重罪的话 依照妥事审判法是 呃积压三个月 但延压可以六次十二个月 所以如果 委员是在询问杀人罪的话 那是十五个月是极限 所以压了十五个月压到极限以后就得放人嘛 是不是 请问主席 诶当然啦 因为在审理中 你只能 你是在问我吗 对对对 审理中是只有积压 我问他 我剩一分钟他问他都不回答 我知道会规议主席啦 因为审理中是只有积压才能限制被告人身自由 我没要限制法官 我待会一分钟那你出结论 我先请规议询问 请主席开始一下 就是 审理中的话是只有积压才能限制被告人身自由 只有这个方式而已 好 那我再请教 我们按照妥述审判法第五条 请问在什么情况之下人就得放出来 部长 就是第五条的规定啊 我讲的妥述 谢谢第五条规定 我不懂问你嘛 来 你没关系你答不出来 会议请问第三次 请主席回答 主席妥述审判法在什么情况之下人又会被放出来 因为依照妥述审判法 只要是十年以上的重罪 他是可以延压六次 所以再加积压三个月 所以总共是十五个月 他是他的最高的极限 那里面有规定吗 审判中积压期限累计不得欲五年嘛 对不对 里面也有规定说 今天审判中延期积压 罪犯最重是死刑 无期徒刑 有期徒刑 十年以上 一省二省六次违线 第三省一次违线 所以很简单 我要做个结论 来听听我们的部长 第一个你的保证申请积压 不等于法院会采纳 因为他不定认为说 你按照刑事书法101条 认为是符合要解 第二个就算今天关了压了 他也有十五个月的期限 第三个又按照 妥数审判法的一个规定 最后一个更重要的事情 等到法院今天 我们总长非常上诉之后 我跟你讲 发回重审 开始所谓的撤销死刑判决之后 人就是很可能放出来啊 不是吗 我比 我比背群的官员还紧张 对啊对啊 没错 因为你专业嘛 因为我国是成文法国家嘛 所以积压 积压的要件 只有那几种 你要法官创色 用成文法以外 就101-101以外的条文去压被告 我真的是觉得没有法官敢 所以罗伟委员其实要提 我也一直提出这个问题